苗栗科技廠移工群聚事件 今天又新增了四十三例的確診案例 包括了晶圓和智邦等五家科技廠 都有新的個案 移工人就是佔多數 而晶圓電子在九號二篩的一千多名 員工當中 有三十人從因轉為陽性 苗栗政府認為不能太大意 呼籲科技廠員工下班之後 不要外出移動 晶圓電子竹南廠的員工 還是陸續進行快篩 不過這是他們的第二次快篩 雖然晶圓六號晚間已分流復工 但九號第二次篩檢一千名員工 就有三十人從因轉陽 陽性者都必須再採PCR檢測 苗栗縣十號新增四十三 例確診包括晶圓十一例 智邦二十八例 荔精一例 晶鼎兩例 排新生科一例 移工群聚還未見趨緩 而彰化縣則增加十例確診個案 其中有三例感染源仍不明 另外一例屬於水果傷傳播鏈 三例屬麻將排咖傳播鏈 還有四例與某醫院群聚案有關聯 南投縣的草屯家族群聚案又新增一名家人確診 另外一名婦人六月三號從美國返台 在居家檢疫期間確診 他的先生也發病 夫妻兩人雙雙確診 南投縣為了應應接下來的端午連假防疫 縣府也對各風景區做出降載措施 觀光交通方面也大幅減班 南投縣旅宿業者也配合政府防疫 到六月二十八號為止都自主不收旅客入住 避免出現破口 希望透過更嚴謹的防疫作為 能讓三級警戒儘快解除 記者 邱紫緯 龐安群 總部綜合報導